生命科学本身的发展 需要非常长时间的基础研究的投入 也更需要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 完善的法律制度来支持这些 而且香港具有非常国际化的社会 这个lifestyle是能够适应东西 各种文化需求的人们的生活 包括教育 包括良好的治安环境 包括医疗环境 这些东西都对中国未来生物技术的研发 特别是面向全球性的研发 具有全球权力的研发 都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我觉得香港本身就是金融中心 特别是香港18A的开板 也会极大的推动 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 很多生物创新企业的发展 所以我希望20年以后 我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多的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中国自己的生活医药企业 他们的研发中心 研发能力 他们的知识产权能够在香港 而他们的生产和他们的销售 能够遍及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全球性的市场 真正在这个产业发展崛起过程当中 推动整个国家能够很好的进步 造成于整个人类 为人类的健康 为人类的和平 为人类的事业做出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